国内的汽车市场虽然一直在发展 但是国产车的口碑一直还是比不上那些进口车和合资车 很多国内消费者在购买新车时还是会由先选择进口车或者合资车 很少一部分人会把国产车当作首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形象呢 如果说国产车不好到底是哪些地方不好呢 国内很多消费者认为国产车外观太过没有经意 车型设计都比较缺乏设计版 看起来就缺少质感 近几年国产车也是在博顿崛起 一直在吹赶进口车和合资车 但是在外观上还是做得不够好 在车型设计上要么直接借鉴合资品牌的设计 缺少原创性 要么而且实施原创 但是却中国中续的没有亮点 所以国产车开出去就不如进口车或合资车拉风 会一直遭到国内消费者嫌疾 而且在一些内饰的细节方面 国产车做工确实也不过仔细 一些尺寸热气 配备匹配都做的也不是很人满意 再来就是因为国产车三大件技术还不够好 三大件指的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 这三个地方直接关系到质量和质量和动力问题 也是人们最关心的部分 国产车在三大件技术上得不足 主要表现在国产车时不时的就会出现故障 就要进行维修 但是一些德性或者热气车 就能做到多年都不用搭修的程度 总终就可以看出国产车与它们争相差距 在拿发动机来说 很多的国产车品牌还是直接使用国外的 就只有其少数的国产车车品牌 在研究开发自主的发动机 国产车要想赶超进口车或者合资车 还有很常在沿路要走 所以不能怪国内消费者不买国产车 而是国产车就目前情况来说 确实还不如进口车和合资车 所以那些天天前来五日说 别人不爱过 不买国产车的人应该就可以折磨了 以上就是有些人大肆不买国产车的原因